今天我做一个牛白鲜 一个白萝卜 这个是有鹏鲜有白鲜 这些是一条一条的 这些叫做鹏鲜 这条是牛白鲜 它不是膏 这个炆好之后是很滑的 即是那些胶质很丰富的 还有一些碎腩 这些炆起来也是很好吃的 它带着一起的胶质 先洗掉 要洗这些东西 因为天洞就要热水 我先开一个热水 沸点热水来洗 这些鱼已经熟了 洗多几次 洗完之后就要收拾一下 收拾干净一下 整个小时已经很漂亮了 洗多几次很漂亮 白酸酸很漂亮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煮饭吃 现在洗干净之后就切掉 首先看看它有没有不吃的 哪些不吃的呢 就像一块块的油 它也是白色的 太多的油就不要了 你也检查它有没有淋巴 我看过它是没有的 整个块都很干净 你看得出的 它是有纹路的 它这块白腩的纹是这样的 我们要怎么切呢 先一条一条切开它 先顺着纹 很硬的 这些也要炆很久的 这一条就是黑腩 黑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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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就这样一块块切就可以了 带一点油就可以了 就把饼干净 那将的一块块切了 有白馅 有黑腩 这样才好吃的 看 有肉 好 如果你喜欢碘切就怎样切 大大一点 出一下水 把冻水进去 现在是大火的 将近滚的时候调小火 让它慢慢滑出来 这里有些草果 有桂皮、香叶、八角 放下去一起炆就可以了 香料洗一下 草果就要把它拍裂 不要拍得太厚,把它裂掉就可以了 撕开一下 就可以了 差不多滚了 稍微调小一点火 中中地火 一些粉末 很邋遢 非常邋遢 直接拿去过冷河 洗一下 一锅炒一下 一锅炒一下 很漂亮 炒一下以下锅 炖牛腩一定要有姜 现在放些姜 爆香一下 切姜片 放多一点也不太好 有些人喜欢放果皮 我家人不喜欢吃果皮 不放果皮 这些大料都可以放进去 爆香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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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 搅拌 炒一下 炒一下 很香 现在只调味 放点生抽 炖牛腩最好用片糖 但我家人没了片糖 只能放白糖 均匀放一点就可以了 最近要放1大匙匙的薯喉酱 1匙匙的黄豆酱 黄豆酱放1大匙匙 我的匙匙也很大 也比较深 放1半匙匙的草菇老抽 让颜色更漂亮 水方面 煮至少时不够 可以加滚水 可以多加一次 调回中小火 这些牛腩煮了80分钟 现在转过来煮 很漂亮 煮的时候不够水就加 加滚水 你喜欢吃就放了 我炆牛腩的时候 全程我没有放盐 没有放盐它的味道也很适合 但现在加了萝卜下去 它就会淡味 所以我要加少少盐 调一下味 加少半壳的盐 调一下味 你自己看一下水分 去到哪里 萝卜它就不吸水 是出水的 你加水的时候 就适可而止 好了 我炆一下它 下来 中途也要用锅炖去把底片 没有 матери热 依然盖哈 也观察毫无汁 有汁才好吃 非常好 萝卜下去之后 炆了18分钟 应该就可以了 煲萝卜和牛腩就完成了 炆一煲牛腩 差不多是煲一煲老货汤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压力锅 就快很多 一般10-20分钟就很腍